透過友善據點 讓失智老人在地老化 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會 在鳳山中山新城 營造失智友善據點 讓失智症患者 能安心快樂的在地老化 我們大家一到禮拜五 都是很好的老人 有一個活動 比较不會 真的我們都都待了 你看我現在76歲了 也是快差不多了 今天給我訪問 說是你們要來 我們好高興 我們這次的媽媽 這裡都是長輩 都是七八十歲 八十多歲了 都沒有年輕的 真的 不管怎麼樣 在這裡 我們真的很高興 我很感謝民事長 還有這邊的志工 大家都對我們都很好 我都沒有請過家人 我就低度老人 跟那個社會局都有 他們就認了 我今天來這邊 就這裡的大家庭 剛好民事長還沒用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這邊的經費 也都不太夠了 真的沒有什麼經費 我很怕這裡面有了 沒有了 我真的馬上就要阿大了 我沒有來 好像一天到晚 好像看電視呆呆的 什麼也忘記了 來這裡 好像什麼事情 早上就雞雞滿滿的 哎呦我今天要幹什麼 我等一下要上課 就記得拿那個吃包的 要來上課 現在七十多歲 像小孩子一樣 期待每天來 對 尤其我真的那個 密事長對我們真的太好了 真的 我們的蝴蝶老師也 對我們真的 很照顧我們 很這樣 對我們都很好 再次婚紗創意婚禮公益拍攝計劃 邀請二十對失智長輩 於七月十三日 七月二十六日 七月三十日 再拍一次幸福婚紗照 並在九月九日舉辦創意婚禮 史上新聞黃慧如過以文高雄採訪報導 結婚了 每一人 我可以看 我不是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